第一天就开始有点拉吸 我们拍了照片给他看 他说这没关系 这是应急反应 这个是软便不是拉吸 然后在家里 待到第三天的时候 就出现了拉血的反应 赵先生买的这只布偶猫 目前正在杭州宾江一家宠物医院治疗 在隔离病房里挂盐水 看着已经奄奄一息了 现在猫等于说是下了病危通知书 在这里治疗的话 费用平均债个600块钱一天 就觉得我们肯定是买到的 传说中的新奇猫 目前的话感染的是猫瘟 然后的话 现在是在做抗病毒和抗病毒的治疗 那这个先生怀疑他买的时候 就已经是病毒 这个的话我们医院方面的话 只能说去做一个病毒的检测和去治疗 但具体的话因为病毒这种东西 包括细菌这种东西 我看不见摸不着 具体什么时候感染的 医院方面的话 没办法去给你做判断的 宠物购买协议上 卖方是杭州杰辉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写明这只布偶猫4000元 赵先生说当时还买了3000元的猫粮 协议用红体字注明 宠物活体售出 该不退款 一周之内有问题 或者生病 可以拿来本店免费调理 如调理不好 可免费调换一只同等价位的宠物等 赵先生说 他和女友不放心宠物店 所以直接把小猫送进了宠物医院治疗 记者陪他赶到杭州小山金城路88号 找到了这家犬舍猫舍宠物店 赵先生的女友 跟现场别的顾客聊了聊自己的遭遇 店里一位店员跟他发生了口诀 店员的言辞不雅 我们做了好几处消音处理 这时犬舍猫舍的一位夏老板露面了 聊了几句记者想起这个地址很眼熟 你们这个以前叫悠悠 对 老朋友了 哎呦 我说实话 他自己不履行成那个协议 作为老朋友我要问问你 猫和狗从哪里进来的 我们有自己繁殖的 自己繁殖的 对啊 那夏老板 作为老朋友我还是要问一下 老板是为什么 他是活的东西 我说实话 有几个 你们过来几个 对不对 都去找你们了 我说实话 我可以找几百个好评给你看 对不对 你觉得人家养好了 会找你们不来 常看我们188黄剪的观众 对悠悠宠物店估计不陌生 如今改名了 改成了犬舍猫舍 那么店名改了 老朋友的风格 改了吗 今年1月8号 萧山金城路88号的这家店 当时店名还是悠悠宠物店 一位小兰姑娘反映 在这家店买了条笔熊犬 1688块钱 还有1200块钱狗粮 第二天小狗就开始呕吐 被检查出冠状病毒感染 小兰按照协议 把小狗拿回店里免费调理 但最终小狗还是死了 所谓调理是什么意思 就是冠状它本来就是肠胃不好 冠状能治好吗 肯定能治好呀 那第二次给它是已经治好了吗 它第一次拿回来的时候 拿回去我们在我们的车 什么都正常 要不然我们不会再过来拿的 我们抱回去路上 十分钟没有 鼻子流血打喷嚏 鼻子流血 是的 照片看一下好不好 鼻子还会流血 这不是流血 这是那个 枇杷糖浆 不可能 绝对是血 老板 一路上都是这个 回家也是在喷 这是我们为了指个唐家 当时夏店长同意免费换一只 小兰没有接受 今年三月又有一位王先生 在这家店购买一只哈士奇 三千块钱 还有四千块钱是狗粮和一年内的护理服务 当时王先生反映 狗到家第四天开始咳嗽呕吐 还有轻微发热 之后店里没有调理好 王先生又花了两千五百块钱 给狗治病 这个信任的崩塌 我个人觉得这个加莱这一年的服务 我们也不需要了 同时这个狗粮我们买的时候 当时因为不太了解这个狗 加莱会适合怎样的狗粮 因为是活体的嘛 我们承诺的都是一些传染病 像犬温啊 稀小啊这些 你像肺炎这种 它是由于后期 体内炎症 或者感冒受凉咳嗽引起的 这个不在我们社会范围 而且我们也承诺就是说 如果说你觉得不行 小狗不好 你要花钱 你可以拿到我们这边 我们帮你换一个 对不对 咱们不管之前有 还是之后有 只要有问题 我帮你调换 六月五号 又有一位小肠反应 在这家店里 花了一千六百元 买了一只薄梅犬 还买了六百元的狗粮 带回家第三天 小狗吐出了一条 近十厘米长的虫子 最终诊断出来 小狗患有冠状病毒 自己下载个大众点评 去看看你家的评论 你就是无浪 你知道吗 那这个狗后来 为什么会检查出来 有这个冠状病毒呢 为什么会检查出来 有冠状病毒呢 他跟我说 冠状病毒是小事 我就这么跟你讲 狗就三个大病 一个细小 一个冠状 一个狗 你听我讲 冠状是小事吗 你听我讲 我相信你 还是相信医疗机构 不是 你在这里凶什么凶啊 他不一定是冠状 他体内有虫子 也可能是肠炎 肠炎症 懂吗 但是你去检测 它是测试板 它的确诊率是80%多 市场监管局跟我说什么 你不要说那些 就说你自己的事就行了 市场监管局跟我说 他半年之内被投诉77次 我是第78个 那又怎么样了 我们是术后 我的东西 你怎么能保证它没有问题 有问题 跟你七天天 这活动是白签的吗 咱们接着说回赵先生的事情 这次出面接待他的夏老板 跟之前多次在我们新闻中露面的夏店长 不是同一个人 不过夏老板确认 他们这家店改名了 从悠悠改成了犬舍猫舍 但营业执照没变 还是杭州结辉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我们帮他弄也不行 给他退猫钱 他也不同意 怎么不同意 你同意吗 你们医院有行业资质吗 4000块钱你同意 4000块钱 你猫不是4000块钱买的吗 本来你们此前提示的条件是什么 是退5000块钱 连猫粮是吧 连猫粮 猫粮不是3000块钱 猫粮在地里我们都没拿 猫粮我们拿了1000块钱 猫粮回去 还有两个猫粮在这里 我们说我们用掉的猫粮不退 我们在那天民警说 要我们再妥协1000块钱 我说那可以 那反正就是大事话就小事话了 退5000块钱 也就是说 此前因为1000元的差距 双方最终没能达成一致 不过记者觉得 有必要劝一劝老朋友 做生意要想长久 光改个店名可远远不够 因为做生意总是要长久的 那么你们也应该反思一下 是不是也可以改进的地方 哎呦 二哥我说了 做小事没有必要麻烦你们 我说实话都会签合理协议 不用调解了 我现在钱都不想退给他了 我只是不知道 那这个店为什么可以 换了名字之后 又再次在圆的地方去开这个店 我不知道为什么 已经曝光了这么多次了 我们那个派出所干进来的时候 他都说他们都来了好多次了 杭州萧山警方表示 针对萧山京城路88号这家店 出警多少次 他们不方便透露 杭州萧山市场监管部门告诉记者 最近一年来 街道消费者投诉这家店 一共65起 此外派出所接到报警后和市场监管联动的次数 也有二三十次 加起来总共是八九十起投诉 市场监管部门还表示 执法难点在于店家出售的是活体宠物 很难鉴定是否带病出售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